我上個禮拜有跟各位提到 請各位在開啟所屬單位查詢這個練習題 那這個也是 之前上課學員所提到的 這個問題 然後呢我是請他就是說 這個問題能不能讓我當範益 我覺得他這個題目 還蠻適合當成我們的那個問題 這個這個上課的例題 那這個題目的部分 我上個禮拜有跟各位提到 他其實如果用內建的函數來跑的話基本上 似乎想不到比較適合的那個函數來完成 所以呢 就像這種問題的話通常我就乾脆用什麼用VPA來寫就好了 那只是說VPA他這個邏輯主要是這邊是查詢 那查這個人他在哪個單位 那如果這個人在哪個單位 如果 他假設說 他的那個查詢的 這個表格啦 主要是這個前面這個表格一定要是正規化的 那什麼叫正規化 通常是什麼呢 就是有點像是資料表 上面一定是欄位名稱 下面的話呢是哪一個資料 那第一欄通常是編號 有點像是資料表的那個架構 可是問題 他這個資料表 他就是 不是做成正規的啦 OK所以 假如說你常常會遇到那種非正規的資料 你要把這個非正規的資料拿來做查詢 那真的是 如果你用那個 V的函數來做 基本上是做不到的 所以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 所以 這個地方 他的規則這樣 高明明這個人 他在 哪一個單位呢 OK 所以他單位剛好在第一列 所以也就是他 找到之後 去再去回推到他是哪一欄的第一列 就把這個資料呢 帶回到 這個儲存格 而且這個地方又是跨工作表 所以如果跨工作表我講過 那就一定要用續責物件 所以這地方該怎麼寫 那當然我寫完結果 按下去就完成了 一樣個清除 OK 那跟各位講 這裡面的話我實在是想不到 比較恰當的那個函數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基本上就只能直接寫VBA算了 那只是說VBA要怎麼寫 OK 那根據呢 我們之前的寫法 那第一個啦 一定是插入一個 Videobasic 然後在這邊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 模組部分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寫什麼 第一個 所屬單位 Enter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我要查的 其實如果查第一個的話 那 當然我們就是 可以分兩階段來寫 可以了 第一階段的話 就是說 我們要查的人在多少個 所以 從這邊向下追蹤 Ctrl向下 50 所以它裡面 人員裡面有49個人 然後我要先調第一個 去哪邊查 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全部查 所以呢 理論上可能會需要 三個 FOR回圈 不過如果用FOR一 的話 其實只要兩個 FOR回圈就好 所以 這個地方可能相對的還是 比較複雜一點點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先跟他 這邊先敘述什麼 我先抓你要查的人 那我要抓 第一個是FORI 等於第幾個 第2列 一直到第50列 我要抓的範圍先抓出來 Next 然後接下來的話 抓到的這個資料呢 去哪邊查 去這個 各單位人員裡面去查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 再到這邊 所以這裡 從頭到尾 去跑一遍 然後比對一下 那怎麼比對 這邊可能要寫一個 FOR一 好像之前有同學問那個 那個問題 就是FOR一 的寫法 當然如果你不寫FOR一 的話你可能要 FOR I FOR J 變成要兩個回圈 FOR一 的話 只要一個 FOR一 然後呢 裡面的每一個 Sale Sale的儲存 裡面的所有每一個 通通幫我抓出來 抓出來做什麼呢 在哪個範圍 In這個Range 哪一個Sale InRange Range 是在 A2 所以 跟他講說 A2 到 G 記得應該 到最下面 應該是 第八個 然後呢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一樣喔 有FOR就有NAS 所以這邊的話 打一個NAS 那我們基本上 外面這個回圈 指的是 所屬單位 那這個的話呢 是指的是前面 按鈕如果在這邊的話 那記得喔 切過來的動作呢 表示是跨工作表 所以 請你在這個地方 加一個SHIT 哪一個工作表 那我偷懶一下 先第一個好了 當然你最好打名稱 各單位人員的 這個工作表 然後 做什麼呢 比對一下 那怎麼比對呢 如果 幫我比喔 那比的話就是說 把這裡面的這個範圍裡面的每一個 儲存格的資料一個一個的都丟到 Sales裡面 Sale裡面 然後呢跟哪個比 跟 我們 Sales Sales哪一個呢 所有單位裡面這個人 先跟這個 那這個人怎麼敘述呢 第I列的A欄 Sales 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Sale 如果喔 比完之後 發現有相同的 Then 然後做什麼 然後End If OK 那就是幫我 把 怎麼樣呢 同一列 從這個喔 把這個裡面找到的 找到的 把這個 同一欄的第一列 資料抓回來 而且是跨工作表 OK 所以有一樣喔 怎麼抓到哪裡 抓到這裡 所以喔 記得放哪裡 寫在前面 所以拿這個來改 這個Sales I列的B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找到的那一個 找到那一個 等於 那一個 那怎麼敘述呢 就是Sales 一定在第一列啦 因為他這邊是一定是第一列 那哪一欄呢 這個地方的話 就必須用 比較特殊的 就是跟那個Sale 跟找到的這個儲存格 同一欄 那怎麼敘述 後面記得喔 這個儲存格的同一欄 點Colon就可以了 這樣子他就知道 同一列 同一欄的意思啦 所以這邊回來會是一個 趨欄 不過應該會是數字喔 所以得到的應該是第7欄 好 另外 因為是跨工作表 所以記得喔 請你在這個前面一定要加上 SHITS 1 點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可以把什麼 把 所各單位人員裡面的 找到的這個 第1列 特別叫第1列 所以是 同一欄 所以是這個 就把區單位 幫我複製到這裡 複製到這裡指的是哪裡呢 指的就是 這個儲存格 OK 那就搬過來了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這個寫的 程式 並不多啦 另外喔 我是建議最好是 如果已經找到不會有第2個的話 你可能再加一個敘述 叫 is this 4 喔 當然你不加他會怎麼做 他還是繼續跑 變成說他會找到 結束維持啦 比較浪費時間 那如果你is this4的話 他找到了就不會再找 相對速度比較快 讓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跑一下 找到了嗎 對 這個時候呢 他就幫我把什麼 把 找到的那個資料 有沒有 所以喔 理論上 高明明 跟高明明相等 所以他找到了 在這裡 然後呢 他幫我怎麼樣 把 他的區欄 第1列 的資料呢 從 從第1個工作表裡面 幫我搬到這裡來 然後呢 就不要往下找 1日4 換下一個 1日4就是 再找下一個吧 同樣的再來 下一個的話會是找誰 陳曉明 有沒有 所以陳曉明一直 比 找到了 找到了的話 他一樣呢就幫我把資料搬過來 A單位 看一下是不是A單位 陳曉明有找到了有沒有 那因為找到了就不要再往下跑了 所以1日4 OK 不然的話啦 他就一直在跑 那等於就浪費時間而已 那其他都一樣 所以全部跑完 就完成了 OK喔 所以喔 以這一題來看 如果你用那個一次的內建函數啦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有比較好的解決的 這個公式 所以喔 這個時候的話呢 恐怕還是非得 用VBA來撰寫 那我把重點再回覆 1 這個的話呢 指的是 我要查的 總共有多少人 所以他一定是從第2列 到最下面大概50 那這個範圍的話指的就是 我要找的那個 前面的那個範圍 所以一定要加去的1 然後兩個比對 找到之後的話呢 去把他第1列的 那一欄 第1列的那一欄 把他call到 我們這個地方 就把單位call過來 記得一日for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就把程式寫完了 頂多 再寫一個 什麼 清除啦 清除的話其實蠻簡單的 清除資料的話 然後 我們一樣用那個range 清除好了 B2 一直到 B的50 等於 空的 這樣就清空了 OK 所以 很快就把這個 程式給寫完 請各位試試看 這一段程式 但是 我又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就它寫的應該都一模一樣 可能比較會有 問題的應該是這個 續著點 這個恐怕特別是因為跨工作表 我發現同學最容易 發生錯誤的就是 忘了加上那個 另外一個工作 所以 如果你按鈕所在的位置 不需要加 但是按鈕以外的其他工作 一定要加 如果沒加的話 那就會找不到 OK 請各位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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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什麼 那個 Sale 這個 沒有加S 那個名稱是自己取的 你如果不叫Sale 你叫 C也可以啦 因為那個是 自己取的名稱 那個 其實跟Sale 10一點關係也沒有 OK 所以特別注意同學問到這個問題 另外的話 Exit for Exit是 離開 Fore的話 指的是Fore回圈 指的就是 離開Fore回圈 那另外常用的像 Exit sub Exit sub是 離開這個Sub 離開這個副程式 大概 差不多是這樣 Exit for Exit sub 如果會用到另外一種回圈 Do回圈 就Exit do OK 比較常用像這樣的敘述 當然 以那個 因為現在CPU 現在電腦都跑太快了 所以 其實你如果不寫 跟寫 其實以這一段程式來看 我想應該是感覺不出來 所以如果把一日Fore把它 鑄解掉 其實這樣RUN 好像一點感覺都沒有 因為相差 可能就是在 什麼 萬分之一秒吧 或者是更 少的時間 所以其實有沒有加一日Fore 基本上 在這一題來說 影響不大 OK 那 我為什麼特別講 因為 這個如果不講 將來如果假設你跑的程式 比較 比較複雜的話 那如果不加 真的就差了 可能會差好幾秒鐘的話 那我建議你還是一定要加一下 OK 試試看 我會說 你不要做了 你不要做什麼 你不要做什麼 我會不會做什麼